那么我们再来看一下我们的这个肩 肩膀 大家看我啊 这个肩膀 看我 能看出小韩老师是高低肩吗 你只要打球的过程中 你的这个肩它肯定是低的 大家看比赛也是 这个肩 右肩是低于左肩的 那么有的人球友问 拉球或者是攻球的时候 这个肩怎么办 你打的过程中 我们的这个肩 它始终都是沉肩的 引拍出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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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反手也是 搓球也是 拉球也是 发球也是 那么你不能引拍这样 出球这样 球一高或者是一下网了 我们就向上端了 你看向上端了 那么大家打的过程中呢 你在打球的时候 跟我们平时走路 正常情况下 我们不能怎么样 把这个肩挺起来 寒肩 两个肩明显有 寒肩的动作 你看 收肩和寒肩的动作 收住了 不要咧 把这两个肩收住了 保持右肩低 右肩怎么低 就你明显的感觉到 诶 它是重心放在右侧的 这样进行正手进攻 这样进行正手拉球 如果我们是正常的状态 我们一打 再一紧 整个肩一紧 我们再一挺 这个动作就变成这样了 是不是我们在球馆里面 经常看到这样的动作出现 是不是 我们就没办法做到自然放松收臂 那怎么能做到自然放松收臂呢 就是第一 寒肩 第二 沉肩 第三 肩放松 那么你在自然你的身体状态 调整好以后 你的手上动作才能更加规范 如果我们的站位站姿 我们是这样的 你怎么去收臂 你怎么去打球 看 你都会出现一种 动作很难看 很僵硬的情况 所以它得沉下来 它还得寒肩 我们在打的过程中 我们才能保证 所有的动作都是流畅和自如的 肩膀的问题 我觉得给大家讲的差不多了 然后咱们再往上讲呗 讲到这个眼睛的问题了 脖子要带一嘴 打球的时候 脖子不要往前探脖 这是一种紧张的表现 你打的时候 你的肩膀和你的脖子是放松的 你看 它是自然放松的 它不要这样 不是这样的 不是这样的 它是自然放松的 好不好 大家要保证脖子不要前倾 第二就是眼睛的问题 大家觉得眼睛是应该跟着球动 还是我的眼睛就盯着前面 它是应该这样的 还是应该这样的 其实我们在打的过程中 是冲向前侧的 你看我反手 正手是冲向前侧的 那有的人说我不跟着球顿 我不知道我自己的击球点 你是用余光跟球的 你的手在哪儿击球 你的眼睛望向前侧的时候 余光观察自己的出手 出手位置 出球位置 余光观察自己的拍行 它不是跟着球走 再过去 再跟着球走 这是完全来不及的 就像我说 我们打乒乓球 因为它是竞技体育 你在出球以后 你的眼睛不是在这放空的 也不是在这麻木的 你是要看到你的对手 他在干什么 你打过去 他是给你打到直线了 还是斜线了 发力了 还是轻轻打的 你得观察他在干什么 然后他打过来 你还得应对他的来球 而不是这个球 我就顾着自己 看着自己的动作 你看着自己的动作 你也看不完整 所以我们的动作 都是下意识练出来的 手上眼神动作 一定要盯住你的对手 他在干什么 我好决定 我该怎么应对 不要这个转头 眼睛在这儿涣散 一定要盯住你的对手 来球以后 自己打完之后 看他要干什么 给你反手 动反手 给你正手 继续回球 他要是力量大了 我就轻一点 他要力量小了 我就用点力 一定要观察对手